大家好,这是老陈,今天我想说一个主题 就是,如果你是普通人,或者是你心里头住着一个普通人 你呢,就移民加拿大,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自重 生活会过得比较充实 但是呢,你如果不是个普通人 你自己心里头住着,那个小人呢,也不是个普通人 就是你不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你最好不要来加拿大,来了之后你会很失落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观点呢,是 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从知乎上 看到了一篇文章,上面从 食物安全,福利,买房,治安,空气,输入,贫富差距,华人地位等各个方面 来对加拿大的生活,就是咱们华人的生活,土了一番草 人家土草的也有道理,首先说 这个食物吧,食物安全,加拿大很多 超市里卖的食物,跟国内的食物,其实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很多的食物里面,在生长过程上 食物主要指的是植物转化,或者动物产品转化来的嘛 不管是养殖业,或者是种植业 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 化学药品,比如说化肥啊 农药啊,它都会运的 当然也有一些虫有机的食物,比较贵一些 福利,福利也不是特别的高 主要就是在加拿大生活,主要就是牛奶精 老了之后有一点点,国家给的那些养老精 平时生活或者创业,它有那么一点点 小福利 在这个文章的作者看来,那些都可以忽略不计 再就是说,治安问题 加拿大也 并不是一个乐托 也会有一些熏杀啊,或者是偷盗啊,等等 尤其偷盗,咱们移民过来的很多朋友买了房子的 几乎可能有一大半人都有过这方面的体验 空气,它说在大城市里生活 空气也都跟国内很多城市的空气都差不多少 当然你在郊区住着,空气会好一些 收入呢,它说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 你跟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那些大城市比较 平均收入,就是好一些的人的收入 比这在移民之后,很多华人的收入要高很多 这也就是很多华人在移民之后又回流 又说损失了祖国发展二十年的这种机遇 下面他又说到了华人地位 他说,华人其实地位是比较低的 很多人并不是干着很高的上的工作 就像我这样开店啊,等等 都是这个人他看不上的 再就是说,在国外你也要靠关系 不能靠打拼,当然了,到哪儿都靠关系 这个人家说的也没错,还说房价 房价也不比国内便宜很多 好的地方的房价仍然很贵 比方说温哥华,多伦多等等 下面呢,我就再不说了 下面他还例举了很多 总共例举了大约十七八条吧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 要读了呢,也没多大意义 总结起来就是 你如果希望移民之后 在加拿大呢,你享有一定的特权 你出门呢,看不到群人 然后呢,你买的东西又比较便宜 你住的房子非常地大 你呢,吃的食物是最最安全的 你享受的医疗呢,也是 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特殊的 这样呢,哪怕很多白人都是一样的 你的华人地位 会高于很多白人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 你要来到加拿大 可能会比较的失落 因为这是不现实的,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看纸牌屋的时候 我看到Frank 他的仇人Lukas 相当于一个情敌吧 一枪把他杆给打坏了 他等着杆移植 那他也要排队啊,主管干医植的官员说 美国总统也要排队 等着前面的人排完了,轮到他了 他才能够进行干医植,差点把他的命给送掉了 就拿这次疫情来说吧,我们加拿大 总理,他们家里的人 也照耀得了这种新冠病 新冠疾病吧,就是 什么什么肺炎,我们就不说了 他自己也被隔离了,特朗普也一样的,川普 他的内阁成员,也有很多人被隔离了 他自己呢,也接受了这种实际的检查 也向公众公开说他的检查是成阴性的 就是他没有患这个病 他如果患了病了呢,照样 大家也没感觉到 有多么多么的奇怪 好像是这么高的人物都患病了 因为这地方 很多人都活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并不像墙内 一些人并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是在一个泡泡当中 泡泡把它隔绝了 所谓的平行空间嘛 人家有一大批人,人家就不会得病 你怎么说啊 这就是咱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 你如果想定位到一个普通人 你来到加拿大,你会感觉到生活非常的好 来了之后呢,你想吃有机食品 有这个选择,那你就多挣钱 挣了钱了,你就光买 它也没有那么出奇的贵 就是比平常的食物贵一些而已 你呢,如果不介意 如果想买打折的很便宜的东西 那生活成本也非常的低 你也能够活下去 也不会因为吃了那些东西 你就小孩得结实啊,等等这一类的 当然了,你是在市中心里买房子的话 就是只能买公寓了 这种独立的别墅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要在市中心里买的房子 你享受了很多的市政府服务 因为很多周围有免费的 而且人气比较旺,你的房屋增值可能比较快 你享受了这一头 但是呢,当你从那个高楼 带着保安的,带着游泳池 健身房,各种娱乐设施的 比较方便的那种设施的楼 走出来的时候,一出门 你就可能会看到 迎面碰上一个流浪汉 可能会碰到有人伸着手向你乞讨 或者是 偶尔你从报纸上,电视上 能看到离你家不远的地方 发生了熏杀案 或者是有人被偷盗,或者是车被烧了 或者有一天,你从你家的窗户里 看到有人在那儿示威游行 有人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这种情况都是会发生的 当然了,你如果住在郊区 这种情况几乎是看不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很多的北美的富人 都从市中心往郊区逃离 当然现在,他们逃离 那时候逃离的那个地方也已经变成市中心了 他们就往更远的地方逃离 咱们华人也一样,华人在这儿 买房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就米特利尔来说,就是南岸嘛 大蒙克利尔地区的南岸 布拉萨,Longay,Shadoway 还有Saint-Joubert 还有西岛,还有Navala 都往周边跑嘛 都出来之后,人家就是 求仁得仁,求义得义 就是有多种多样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空气好的地方 你也可以选择市中心 就是人气比较旺的地方 这是你的选择 另外就是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总体来说 比咱们中国要小得多 当然啦,从你眼睛当中看 有的人是过得非常非常地好 有的人过得非常非常地惨 但是从统计数据上来说 咱们不是大家都比较了解 听说过一个基数叫基尼系数 就是贫富差距的那种 一个警戒系数吧 咱们国内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在加拿大美国的这种系数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你就可以感觉到 整个西方世界的贫富差距 并没有咱们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 虽然我们那边宣扬的是社会主义 宣扬的是平等,但是不平等很多很多 就拿这次新冠肺炎来说 我们现在总是在微信上 或者是其他地方 一些媒体上能够看到 国家在免费地提供治疗 每一个新冠病人 治疗费用差不多上百万 你想,那个上百万 有多少人能享受上呢? 有多少人就在医院的那个门口 就倒下去了,或者医院里头 等着后诊的时候就倒下去了 也有一些人在YouTube上现身说法 就是,国内不是流行打那种球蛋白吗? 能够提高免疫力 球蛋白也是比较贵的 有多少人能够打上那个球蛋白 你有钱,没关系,你可能也打不上 而在加拿大呢,所有这些呢,几乎都是专业人说的算 就跟我前面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纸牌我里头的,美国总统需要移植 身体器官,那你就排队 所以,现在很多有钱的人 不在美国,欧洲,西方排队,跑到中国排队去了 为什么在中国排队,就能够 比较容易得到那些器官呢? 我们先不说一些抗疫团体说的 内类的,就是从一些犯人身上摘取器官 这可能有 但是呢,我自己现在还没看到很大的证据 但是,中国人口基础大,这种器官 比较容易得到,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权贵阶层,不用排队就能够得到 就是你有钱,有权,有势 这种优先 优先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这个话题,如果我一直延续地说下去,会非常危险的 我呢,也就不再刺激一些朋友的神经了 今天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里 我呢,最后再总结一下 就是呢,你如果想做一个普通人 如果你心里住着那个普通人 你就来,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当地呢,加拿大,美国 加拿大吧,是个多元社会 这里有白人,有黑人,有原住民,有华人,有日本人,有印度人 有各种各样的阿拉伯人,什么人都有 大家都在一个,就是 一样的,平等的条件下生活的 在移民,移民来的很多华人 在多伦多,你也能够看到华人警察 华人的议员,在医院里头去 能够看到华人的医生,华人的护士 也有华人的很多的律师 另外呢,在某些方面来说,华人 整体来说,在美国,加拿大 甚至地位,在某些方面 还高于西人呢,在同样的收入条件下 华人,你如果去买车,或者去租车 人家就愿意租给你,或者租房子 而西人呢,不行,你得拿纸面上的 信用报告,或者是工资单,你来 然后,我再给你办这些事情 你要买房子,好,你要贷款 那你收入不高,如果你是华人,行,我带给你 那你如果是西人,或者是其他族裔 那就不好说了,很可能就是拒绝 不给你 这样看来的话,咱们还是 多少有一点点优越性的 大家都知道,这种优越性也是由 咱们华人自己慢慢培养起来的 咱们在西方社会有很多负面的印象 刻板印象,但是咱们也造成了 也营造了,也培养了很多好的方面 让别人喜欢的方面 这就是,还是那句话,求人得人,求义得义 你想要什么,只要你努力 在西方这个地方,就会有的 但是,你想要过分一些的 你想要,只有你自己的 类似 你自己有一个像香山农场那样的 一个机构给你服务 那个可能不太好 不太容易办到,你如果想要一个 像咱们YouTube上有个人气很高的影片 叫《平群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北京的一个豪宅区 你去看看那个视频 你就可以知道,那样的生活在中国是现实的 在北京好像三环还是五环以内 就有那么一大片的地方 像个独立王国一样的 像个外星球一样的,里面都非常的干净 整洁 有大片大片的草坪 里面见不到一个群人,大家都活得非常的好 那样的地方呢,在加拿大 尤其是在我住的这个地方 是不现实的,不可能有的 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欢迎新朋友订阅我,老朋友继续支持我 我们大家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 说普通人的事儿 再见,拜拜